好,我們現在開始來上天然災害裡面 第一個我們要上的是地震 天然災害裡面最愛考的是地震 第二愛考的是山崩 有考過的是土石流 第一個是地震 這是一些照片 就是東興大樓 台北的重災區 歐靖德先生是因為在這邊救難一戰成名 我後來會提到 所以裡面救出兩個年輕人 在後面跟你講 後面跟你說 這是封碑斷橋 可以看到這個橋斷掉 還有這邊有一個斷層 所以這邊後來產生一個 在這邊右手邊產生一個小小的瀑布 這是石崗壩 這張那邊是我拍的 這個壩倒掉之後 目前就保持原狀 就是就還是長成這樣 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當作紀念 這是 彎區的鐵軌 民間鄉 在民間鄉 地震博物館有這個鐵軌的複製品 就是彎掉的複製品 但是 原來彎掉的鐵軌還留在當地 並沒有整個搬過去 這是這個大概是921當天最有名的照片 因為第二天幾乎每家的頭版都用這張照片 都用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人有沒有看到 這個人 你比一下 你就會知道 這個位置有多高 這位置有多高 這位置有多高 這個地方已經不存在了 公共的東西現在已經 就是變成你們 應該有人去玩過的地震博物館 你應該把自己的 好 這是驗色複 我們會帶到 就是地震之後 經常會產生驗色複 這個複很麻煩 因為它經常會造成一些危害 好 那為什麼會發生地震呢 之前 對 台灣人類說法就是說 你低下頭牛 地牛翻身 地牛翻身 所以造成地震 地動 那日本是說因為碾魚 所以這張照片是因為碾魚 就很多人在懲罰那個碾魚 打那個碾魚 是因為碾魚的關係 這是 古時候 神話時代的一些講法 那現在當然是用現在所謂的科學的解釋 科學解釋 用地質學的它來探討 到底是為什麼會有地震 這些都會有地震 火山爆發 地下洞穴貪落 隕石撞擊 山崩 甚至於人類自己做的核子釋放 都有可能會造成地震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 綠色那四個字 斷層錯動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考試如果問你 為什麼會發生地震 請你回答 因為產生斷層 因為地下有斷層 所以呢 就會造成地震 那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呢 1906年 舊金山大地震之後造成很大的傷害 他可以來研究探討 我們會有這樣的狀況之下 然後就有一位大哥提出一個叫做 彈性反彈學說 彈性反彈學說 那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你看旁邊那個圖 他的意思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地下的嚴懲 受力之後 就開始 受力之後就開始 能量用波的方式釋放出來 向外傳 那就叫做 然後呢 這個 向外傳傳到地面上 使地面搖晃 就稱為地震 這個波就叫做地震波 所以就是這個圖上顯示 可以叫做彈性反彈學說 圖上面所顯示的 這兩個也是同樣的意思 同樣的意思 就是不同的圖式表示 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受力彎曲 變形 之後動尾條 啪痴 斷掉 然後能量釋放出來 用波的形式向外傳 叫做地震波 傳到地面 使地面搖晃 就稱為地震 我們 這是另外一個圖 意思完全一樣 只是用不同的圖的表達 同樣的意思而已 這個就是我們考試要考的 有人也會就是畫一個地震報號 考你問一些問題 那這裡的重點就是解釋名詞 我們要教你什麼叫正圓 什麼叫正央 我們要教你什麼叫規模 什麼叫正度 你的學習重點就是分清楚 這些名詞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那哪裡有一樣哪裡有不一樣 第一個叫做正圓跟正央 這個學策有考過 剛才說發生地震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地下產生斷層 所以地底下發生斷層的地方 這裡叫做正圓 文言文叫做他在地面的投影 白話文叫做他垂直地面 這一點叫做正央 叫做正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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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正圓是在地底下 正央是在地球 表面 那就是在地球表面 所以學策就考畫一個圖 寫三個點 ABC 問你哪一點叫正央 哪一點叫正央 底下的最下面的發生斷層的地方 發生斷層的地方叫做正央 垂直地面那一點叫做正央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OK 那個文川大地震的時候 大陸文川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台灣有一位可愛的記者小姐 就是這樣報新聞 就是剛剛發生沒多久 報新聞 他說目前 數字我亂掰 因為我不記得 目前已知傷亡有五千人 不知道正央之處 傷亡有多少 正央的傷亡一定是零人 因為正央在地底下 那裡沒有人 他想講的是什麼 他想講的是不知道正央的傷亡有多少 因為剛發生多久 正央還搞不就是 還沒有到不知道哪 但是報錯了 不知道是他自己報出來 是人家寫的就寫錯了 就寫錯了 正央在底下 正央在地球表面 就是分清楚什麼叫正央 什麼叫正央 那根據正央深度 可以把地震分作淺圓 中圓 深圓 還有人有分在叫極淺圓的 35公里是那極淺圓的 那你不用背 你不用背 多深叫深圓 多淺叫淺圓 你只要知道另外一件事 我後面都要跟你講 後面都可以了 你就不用背 不用背這個 你就只要知道說 根據正圓深度有分淺圓 中圓深圓 至於多深叫深圓 多淺叫淺圓 你就不用背他 沒有關係 然後下一個是現在不會考 以前有人會考 某地震發生震圓深度900公里 錯 基本上不會超過700公里 但是這個現在應該不會考了 正是愛考的 現在發生一個地震 這個地震有多大 地震的大小有兩個講法 一個講法叫做地震規模 一個講法叫做地震強度 地震強度或者簡直叫震度 所謂的地震規模指的是 它本身有多大 指的強度是指它搖的有多兇 當然可以告訴你 所以呢 地震大小有兩種表示法 一種叫地震規模 一種叫做地震強度 地震規模指的就是它所釋放的能量 它所釋放能量 釋放的能量有多大 就表示規模會有多大 規模會有多大 我們台灣現在氣象局爆給我們 都是瑞士地震規模 我的講義上呢 知識塊地有寫說 有一個地震規模 是美國這叫阿蘇派用的 那個你就看一看就好不用管它 反正你只要管台灣 台灣的氣象局爆給我們 就是瑞士地震規模 瑞士地震規模 那你要曉得這個規模 主的就是它的能量的大小 經過一種計算方式計算出來的 它沒有單位 它的計算方法 是一個比值 就是說你們學這個原子量 分子量一樣 是個比值 因為是比值所以沒有單位 沒有單位 但是有小數點 有小數點 氣象局爆給我們聽的時候 也會有一位小數 他們專業單位的教育會有兩位小數 兩位小數 我們只有一位小數 4.5啦 5.6啦 7.2啦 什麼的 有一位小數 重點 一個斷裂 一次斷層 只釋放 一次能量 所以 規模只有一個 現在有一個地震發生了 因為測量可能有誤差 所以也許會 這個地 台灣現在發生的地震 台灣說規模7.2 日本說規模7.1 美國說規模7.2 這個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絕對不會發生說 台灣說規模7.2 日本說規模6.5 美國說規模4.3 這絕對不會 一個地震有幾個規模 一個 全世界的結果通通都一樣 不一樣 所以各地結果都一樣 規模只有一個 大家都一樣 這是重點 規模只有一個 規模是講它所釋放的能量的大小 五以下 五以下包括五 叫做小地震 七以上包括七 叫做大地震 有人考試會寫一個地震報告 規模6.3 然後問你看什麼地震 中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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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下不包括五 叫做小地震 七以上包括七 叫做中地震 額外說的事情 維基百科跟我的講法不太一樣 可是我參考之後 我覺得我的記憶是對的 規模6.0的地震 大概相當於一顆 在廣島爆炸的原子彈 然後規模的計算方式用對數 國中沒有交 這是十的幾次方 所以規模每增加一 代表的是正幅變十倍 然後能量大概變成三十多倍 我們算三十倍就好 意思就是說 規模6相當於一顆原子彈 規模7呢 三十顆 三十顆 規模8 九百 三十倍 九百顆 所以規模6是一顆 規模7是三十顆 我不用三 因為三十多啦 我們三十比較好算 規模6是一顆 規模7是三十顆 規模8 九百 所以它不是 它不是一般的什麼 一乘二乘三 三十不是九 所以 然後呢 這個應該也不會考 就這個 不會考 以前會考 規模理論上沒有超過8.9 1960年 舊課本的數字是寫 1960年 智利大地震規模8.9 但是如果你去看美國 利大德它寫的規模是九點五 它講 因為它沒有規模跟我們規模不太一樣 它們是地震舉規模 而且因為我們瑞士地震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到大地震會飽 一直說數字上不去 數字上不去 數字上不去 但是 所以它是改成用地震舉規模 所以九點五 沒有關係啦 我們算九好 九是幾顆原子大 那我剛剛講哪 九百 九百 九百的三十倍 兩萬 兩萬七千顆 兩萬七千顆 兩萬七千顆原子大同時破掉 同時破掉 OK 好 這個叫做規模 指的是它所釋放的能量的大小 重點 一個地震只有一個規模 台灣用的規模叫做瑞士地震規模 它沒有單位 但是有小數點